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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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再次给我们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主的话 我们今天要读路德记第四章 我们从十一节读到第十二节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第十五节的后半段 路德记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以及第十五节的后半段 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 我们做见证 愿耶和华是进你家的这女子 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 又愿你在伊法塔得亨通 在伯利恒得名声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遗 使你的家像他马 从犹大所生 法拉斯的家一般 有这儿父 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我们一起低头再有一点祷告 恩典的主 我们要感谢赞美您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圣经 我们可以一起从圣经中 享受你对我们的恩爱 我们可以从圣经中 看见你对我们的心意 我们的心就满了欢喜 因为一个人活在地上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要靠神口中 所出的一切的话语 只有你的话 能够让我们的心 得到真实的喜乐 长久的满足 所以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渴望读你的话 我们也渴望在你的话中 更多的认识你 也更多的亲近你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我们读路德记 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的心里面 都会有很多的喜乐 因为我们看到说 波阿斯 我们看到路德 他们真的是有信心的 活在神的面前 而且我们在这里也看到 波阿斯 他非常明白 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他明白什么道理呢 他明白说 两个人要结婚 这件事情 却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结婚 其实一定包含了两个家族的事 更多说一点 结婚还不只是两个家族的事 结婚还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系 跟神的见证 有关系 因为神当初设立婚姻的时候 是有目的的 神设立婚姻的目的 就是要人从婚姻中 明白基督与教会的见证 如果弟兄姊妹读 以夫所书第五章 就能够体会 为什么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保罗说 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 这是为什么 波阿斯没有在 另外那一位自尽的亲属说 他不能够赎的时候 波阿斯说 好了 你不能赎 我赎 搞定 我现在带着路德 去结婚就行了 没有 你记不记得 他在 这件事情搞定的时候 他 第十节那里 他就说 你们 今日 可以 做见证 波阿斯他懂得一个道理 就是婚姻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事 他需要 长老们 做见证 他需要 众弟兄姐妹 做见证 那我们看到很美的 是在第十一节这里 在 城门 坐着的 众民 和长老 都说 我们 做见证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 年轻人要结婚 不是随随便便的 年轻人在教会要结婚 我们一定对他们有很多的要求 因为婚姻 不是他们两个自己的事情 所以 我们会要求他们双方的父母 都要同意 这个婚姻 不但如此 我们会要求他们 在教会长老的带领之下 接受婚前辅导的课程 必须是 教会的长老 他们的父母 以及教会的众弟兄姐妹 都来参与 这一个婚姻的事情 因为这样的婚姻 带着父母的祝福 带着教会的祝福 才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 绝对我们不同意 年轻人自己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接受 这样子的教导和带领 他们进入婚姻以后 注定给自己带来许多的痛苦 也给别人带来许多的痛苦 然后我们发现 城门口坐的众民和长老 都很开心 都愿意祝福 所以他们都说 我们做见证 然后你注意到 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这些众肢体 这些长老们 他们就在那里 有一个很美丽的祝福的祷告 他们为着路德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祷告 那这一个祷告 里面有三方面 你如果看这节圣经 你第一个会注意到的 不是他只有三方面的祝福 你注意到一件事情是 这三方面的祝福 都跟耶和华有关系 都跟神有关系 其实真正的祝福 一定跟神有关系 离开了神的祝福 根本上就不是祝福 在真言十九章十四节那里 那里说 房屋钱财 是祖宗所遗留的 唯有贤惠的妻 是耶和华的赏赐 这里有一个蒙福的女子 她能够受到长老 送到众弟兄姐妹 给她祷告 给她祝福 而这一个祝福 是说 愿耶和华 是进你家的这女子 像建立以色列家的 拉杰利亚二人一样 在这里 我们注意到一件事 这里的祝福 他的第一方面 是让路德能够建立家世 而且呢 是像拉杰跟利亚一样的 来建立以色列的家世 建立家世 圣经里面说 智慧妇人建立家世 愚昧妇人亲手拆毁 要能够建立家世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一个做妻子的 需要有多少的祷告 需要有多少的眼泪 需要有多少的忍耐 建立家世 建立家世 是神 托给姐妹 一个非常伟大 也是非常崇高的 一个使命 我常常劝 年轻 单身的姐妹们 我告诉他们 圣经里面讲 那人独居不好 那是指着男人 一个女人 圣经从来没有讲 女人独居不好 女人如果自己独居 可以过得很快乐 但是一个女人 如果为着神的托付 为着神的使命 她进入婚姻的话 她一定要知道 她进入婚姻 不是享受爱情 她进入婚姻 也不是让一个男人 来捧她 疼她 她进入婚姻 是要建立家世 所以我劝那些 没结婚的姐妹 我说 如果上帝没逼你嫁 不要自己找麻烦 嫁了 苦死你 以前在我们教会 有一个传道人 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 没有结婚 十分辛苦 他讲的是单身的姐妹 他说 可是一个姐妹 结了婚以后 十二万分辛苦 后来我们家的师母 把这两句话 再加了一点 他说 一个姐妹 如果为这神的呼召 进入家世 虽然是十二万分苦 但是 将来在永恒中 也有十二万分的荣耀 在真言三十一章那里 花了好长的篇幅 向我们描述 什么叫做一个智慧的妇人 什么叫做一个贤惠的妻子 一个贤惠的妻子 要建立家世 我们常常要问 什么叫做建立家世呢 建立家世在圣经中 他真正的意乃是因着 我们生命的投入 使得我们的家 能够按照神的旨意 成全家里面的每一个人 好让神的荣耀 可以从我们的家中 显明出来 这才叫做建立家世 这也是约书亚 他当年的心愿 他说 至于我和我的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神设立一个家庭 不只是成为我们的避风港 不只是成为我们的爱之窝 不只是成为我们安息的所在 神给我们的家 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并且让人来到这个家中 可以经历 可以享受神自己的恩典和祝福 这里 他们的祷告说 愿耶和华 使 这个使这个字 英文就是make 使得 这说明了一个女人 她要能够建立家世 不只是她要有一颗愿意的心 不只是她要有一颗顺服的心 她更需要的是耶和华神 帮助她 加给她力量 加给她爱心 加给她忍耐 加给她温柔 建立家世 是如此艰难的一个工作 如果不是神帮助 没有一个女人 凭自己的能力 可以做得到的 他们为路德的祷告 是盼望耶和华 能够帮助路德建立家世 然后他们再多说一点 怎么建立家世呢 像拉杰利亚一样 如果我们熟悉 创世纪29章的故事的话 我们就知道 拉杰利亚 这两个姐妹 他们都嫁给了雅各 就是后来的以色列 可是他们的婚姻故事 他们中间的勾心斗角 他们中间彼此的伤害 他们中间的那一个冲突 我们读圣经 我们还真看不出来 这两个人的婚姻 有什么地方是令人羡慕呢 在他们的中间 虽然两个是亲姐妹 嫁给同一个男人 但是他们的恩怨情仇 眼泪心酸 真的是让人觉得痛心啊 不止姐妹两个有问题 他们生出的孩子中间 也有一大堆的问题 这里 一方面是让我们看到 上帝原来设立的婚姻 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你如果不按照神 当初设计的模式 你把它搞成别的样子 不管是一个男的多个女的 或者多个女 一个女的多个男的 或者是男的跟男的 女的跟女的 反正你不按照上帝 当初设计 一男一女的模式 别的事不保证 有一件事保证 那就是充满了痛苦 可是呢 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 拉杰跟利亚 这两个人 嫁给以色列以后 虽然他们的婚姻生活 是一团的乱 有许多的痛苦 然而有一件事 我们必须要记得 是这两个女人 实实在在的建立了 以色列的家事 因为以色列 后来他生的十二个孩子 确实成全了神的旨意 见证了神的同在 所以 从这一节的圣经里面 我们基督徒可以学到 另外一个功课 那就是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犯罪 我们愚昧 我们做了很多很笨的事 把我们自己的生活 有可能搞得是一塌糊涂 如果你当年 活在拉杰跟利亚的时代 你跟拉杰跟利亚去谈话 他们两个绝对不会相信 他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痛苦 会有什么永恒的价值 可是我们惊讶地发现 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凭着信心 我们生养子女 无论是我们肉身生的 还是我们生养属灵的儿女 我们都有可能 像拉杰和利亚两个人一样 在永恒中蒙神纪念 并且神会借着他们的后代 带进了神救赎人类的计划 弟兄姊妹 你知道这个对我们 是多么宝贵的鼓励 这个对我们 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 在我们平淡到 不能再平淡的生活 在我们生命中 许多的眼泪心酸 是我们看不见 有什么永恒价值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 只要我们是属于主的 主都有可能 做成奇妙的工作 这一个祝福的重点 乃是建立以色列的家 在世事的年代 以色列的这个家 是落在何等败坏的光景 神的百姓 他们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这一群见证人的祷告 他们盼望 路德能够承担起 建立以色列家的责任 也是特权 一个磨压的外邦女子 能够有这样的荣耀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 我们这些基督徒 今天如果我们看到 神的家的荒凉 神的家的败坏和需要的话 我们就会明白 纵然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人 纵然我们是一个像路德一样 磨压的女子 我们却很有可能 蒙了大恩大福 有份于神家的建造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次到神的家里 我们每一次到教会中 我们要记住 我们不是来找朋友 我们也不是来有一个好的feeling 好像自己觉得很舒服 我们到神的家里 我们把我们的一切摆上 盼望 在神的手中能够建立神的家 让神在教会中 能够得着称颂 让神在教会中 能够有安息 如果是这样 弟兄姐妹 我们的福气 就比路德的福气还要大 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 哪里可能能够像拉姐 像利亚一样 建立以色列的家呢 靠着我们自己 不可能的 我们不配 我们不能 但是我们稀罕 我们惊讶 神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神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路德 百分之百分之百的不配 正如同 我们这些人 百分之百的不配 神却乐意恩待路德 就好像今天 神乐意恩待我们这些人一样 这是为什么 当我们读到像这样的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从心里的深处 敬拜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神 因为从千万人中 他拣选了我们 给我们建立神的家的机会 我们怎么能够不兴奋呢 我们又怎么能够不喜乐呢 我们的神 在他有说不尽的恩词 他真是一位良善的神 他也真是一位满了慈爱的主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敬拜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惊讶 你对我们的心 是如此的良善 我们惊讶 你给我们的恩典 是如此的奇异 在你恩典的面前 我们要復服地敬拜你 愿你的旨意可以成全 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靠着道路 因为雪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 愿飞 谢谢观看